93还开车呢 开法拉利 99走了 受中苦不算苦 老来贫不算贫 哪能人全都随你的愿呢 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我跟你说 93岁了还开法拉利 人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听听感悟当下的刘大爷怎么说的 我说呀 一到养老院 这人就倒计时了 十 九 八 到一 就撂平了 有一分之路 能自理 还是自理 可人哪没有说的 是绝对的呀 你想自理就自理了 不可能的呀 哪能人全都随你的愿呢 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我跟你说 受中苦不算苦 老来贫不算贫 最大的幸福就是善忠 明白这句话吗 说走咔嚓走了 不给儿女不给收贿 增加负担 人家一走啊 跟谁叫一样 真正人深睡的时候 就是死亡一样 他就是呼吸呢 大脑全完全休息 他有的人为什么 夜里睡不着觉啊 他寿门就要短 熬他心血呢 大脑还转呢 你看我这傻吃闷睡 一躺就五六个小时 这有关系是吧 那关系太大了 我也得着急 你着急解决问题行啊 年轻人解决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有多难的事 有明天 昨天的事情就是历史 今天是当下 明天就是未来 迎接美好的未来 你才能身心健康 你真正啊 有病了不治之症了 像这个癌症啊 傻的巴西还治呢 知道你癌症没多时间 你想着还吃什么 爱哪儿玩哪儿玩 走得动就得 这癌症一到后期啊 你就是一皮毛骨了就完了 你看过去那僧人知道吧 和尚 治得他不行了 他就善终了 善终呢 就坐在大缸里头 坐话了 不吃不喝 进食 这人一礼拜就了 他到时候也不知道饿了 他这没婴儿 这干了 你说为什么那和尚 那个势力不爱坏啊 他算排空了 排空了 现在这有那个好 说大人的营养业 说这一针 多钱啊 医院还不报销 存在惭罪 你人这一看就不行了 到什么 哎这有我 怎么怎么做 有哪有我 把管子一拔 慢慢呼吸 到时候自然就没了 有的事 把钱也还没了 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其实啊 这人哪 你到时候没有 生理的这价值了 没有生活的价体 你这该走走吧 你这有的钱 让他打上他受罪 没什么意义 还有的跟人说 坐完这有多钱 一百万 说这一百万花了 能保好吗 谁也敢不敢保好 他好不了了 他人哪 本身哪 跟你说跟汽车 机械是一样的 他几十年了 有的磨合的好 磨合的好 没怎么太伤你的 内体的零件 心而脾为是 也就这点事 你老文童那九十几啊 那不是 去年的兔票 还是他画的给选中了 这个 九十九走了 我看那个软件里的 看着 九十三还开车呢 开法拉利 那还有法拉利也行 到这个份 他有的事情 画个 画个 就怎么选中了一个 得奖的 多多 上百万 他一挖的全世界发行 您觉得 刘大爷说的有道理吗 您觉得 人生最大的幸福 是什么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